对面孙柄玉环猪八戒 我们是白起下侯蔡文基 这对面在搬英雄的时候啊 直接办掉了吕布雕叉马可 我就明白他们是想来一场猛男之间的较量 于是双方自觉都舍弃了射手 这种阵容的对局 不由得让我回忆起很久之前 那个坦克的版本 跟孟奇拼个成绩 原批孟奇拼不过无限巨峰号 这很合理吧 孟奇没有抢过和气 一定非常的生气 那不难猜出啊 接下来他肯定是要去反我们家的云中军呢 为了保障凯的发育啊 那这个云中军 坚决不能被孟奇反掉 又是帮打野守护野区的一天啊 这边系统也是检测到 我们帮打野守护野区了 所以说奖励了我们一点经验 我们也可以就是啊 比对面先升到四级啊 这只云中军的经验 可不是系统奖励给你的啊 嗨别管谁奖励的了 总之我们是可以在线上压制住孟奇的 那这个时候把他雪莲阿滴 就可以等打野过来把他收掉了 我拿打野一只鸟 然后还给他一只小仓鼠 这很合理吧 很多时候啊 对抗路啊 他玩的就是离上往来 把塔拆了 对面杨又环下来了 别着急 等我打招cd 配合凯 直接 没打到 跟凯一人空了个技能 没关系啊 因为还能空第二个 但是我们这种猛男这种的优势 就是容错力高 我起码他不会空第三个 看着杨又环突然从我眼前消失 我迷茫了 仿佛突然之间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一刻 我不再是无限飓风号 我变成了奥运赛场上的一名裁判 双目失明 依旧在努力战斗 不过话说回来 杨又环的闪现距离有这么长吗 我感觉他这个距离 那曹老板三段位移都追不上了 不过问题不大啊 前期的玉环 就算身边跟这个孙命 面对瞎侯蹲 也是基本没有什么还手能力的 点位来了 他现在伤害已经很高了 注意我们家的蔡文基 现在是半血 他回头就给秒了 让我去给鸡鸡公主报个仇 还开龙是吧 哪里吧你 我之前说过 推荐夏侯蹲带闪现 但是带黄刀并不意味着 他不可以拉扯 只不过大家看我操作 四个人 怎么点位也来了 没事啊 先搁枪吃奶 手里的成绩捏着 千万不要放 等吧大招的cd 拿猪八戒 刷出一技能二段 大招上去 一拍子直接起飞四人 趁着他们起飞 成绩啊再回来吃奶 利用大招一技能的击飞配合惩戒来实现一个拉扯的效果 这波基本上就算是被五个人激活了一通啊 甚至还是满血 甚至还能无边先拆盖他 如果上波看的不是很明白 那大家注意看这一波 依旧是惩戒 捏在手里不要放 技能没了就出来 技能好了再进去 还是说一技能把他们拍起来 让他们在空中的时候 惩戒加速 拉扯回血等cd 你别小看这一两秒啊 一两秒的cd对下后盾来说很有用的 细致如意的拉扯 才是不死战神的秘密 漂亮 不是那个孙并 怎么伤害那么高啊 对面又在打龙 叫个盾盾 过去抢 然后我就后悔叫这个盾了 就差这么半秒钟啊 说实话我有点怕他 点尾要冲周瑜 直接打断 直接给我打出了29444的真伤啊 幸亏我是无限飓风号啊 那无限飓风号出上10个霸指中装 这很合理吧 要不然那真扛不住点尾这一下子啊 什么 你问我如何才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 那我只能告诉你会截图就行 如果说孙并可以配白起八戒这种回血英雄 那我觉得鸡鸡公主和下护盾搭配 那是非常的完美 这把对面是出了两个梦眼的 但是我在前面顶着 他们就制裁不了三文鸡 而且我顶不住了 还能拉扯回来补血 进的好了 再冲上去 这跟个游动机一样啊 不说别的 就是我一直在对面水晶里面撞悠 然后一直都是满血 这就很离谱 那看到这里 你们一定有对我的名文出装 很感兴趣 带产线的话 装备用这套带产线的话 那最后破军就不用出了 名文嘛 最后十个鹰眼 我没有打出来呀 记得出就行 那视频最后 我把李师傅的bgm偷过来 没问题吧